大家好我是Steven 今天我們要幹嘛呢? 各位看到封面就知道 我們今天要來幹嘛 在去年的GameFi大事件中 就有兩大練友殞落 一個就是BMB HERO 另一個就是我這次要介紹的飛船 CrewMais 那為什麼我們要介紹飛船呢? 想必大家都玩過不少練友 通常練友不管是經濟模型爆掉 智能合約爆掉 或是被有心人士砸掉 這個項目方的處理方式 很多都是直接消失不見 像是BMB HERO 直接不見 網站變成是03 我的錢都還沒領出來 就GG不見了 但是有個項目方 了不起負責 他並沒有消失 還在努力把遊戲做得更完整 那他就是曾經的飛船 他們接受所有人的謾罵 相信很多人都看過 說懸賞項目方 或是要對他們家人幹嘛的 不理智的投資人 非常可怕 壓力巨大 但他們不僅沒消失 現在推出了飛船2 前幾天還給飛船1 注入了50萬的代幣 用來提取未提取核 燃燒NLT 盡量給大家挽回一點損失 雖然幣價不高 但是50萬枚的ETL 價格也是不菲的 那飛船1裡面的戰艦 還可以直壓 拿到飛船2的代幣 可以說是很良心的項目了 那他們前幾天還有把他們收回來 手續費 來回購飛船2的代幣 以添加獎勵詞 基本上很良心了 那繼續來說這個飛船2 他不只畫面跟精緻 還新增了很多功能 希望把這款 飛船的缺點全部彌補 更新速度之快 每幾天又更新一次 不停在優化這個遊戲 那我覺得他們其實很認真 想把這個遊戲做好 那我想介紹這個項目 也是因為去年 沒玩到飛船1 宜珠之憨 當時要入場的時候已經很高點了 我有個朋友 他不是幣圈的人 跟我說玩飛船賺得非常多 我當時就覺得不妙 是不是協同理論 有點危險 所以當時我就沒有入場 那之後 也是大家知道那樣 火燒飛船相當可惜 我個人也是非常想要參與的 那這一次 很高興與飛船2合作 可以跟大家聊聊這個飛船2 來彌補一下 我沒玩過的飛船 好好體驗一下 也帶各位 飛船1受過傷 還沒看過飛船2的朋友 來測試一下 飛船2的遊戲畫面 以及回本週期 和一些我對今天模型的一些分析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Let's go 首先來讓我們觀望 與飛船1不同的是頁面精緻不少 這次飛船是 Creon Mice Reborn 這代幣也不是就有Eternal 現在改為這個外貌像是 獄火蟲之鳳凰代幣 CRUX 他說這件一款BMP鏈上全新的遊戲 來看一下他們預告片 後來是 Hi Sim 和 P For 我沒玩過 飛船1 但我也看過很多人的影片 老實說真的好看不少 飛船1的UIUX跟功能真的很醜 現在好看多了 飛船1的UIUX跟功能真的很醜 飛船1的馬路口幫我組一台 他們都是飛船的老玩家 一跟二代都有參與 那費用大概是兩三萬台幣 他們建議我組的是2000MP的飛船 那大概需要三線飛船5台 四線功能大概14隻 那加總起來需要2000MP 那這邊介紹一下飛船2最新的系統 SRS系統 它是一個根據現在幣價 調整伐值的系統 當幣價在2-4塊的時候 Skyline值為4 那4-8塊的時候為8 依此類推 那這個Skyline有什麼用途呢 它和我們所需的花費 和收益的地方都息息相關 據律說明 8000裡面站隊 在伐值在8的時候 每天收益大概是60克的 WCRUX左右 當伐值為4的時候 每天平均收益為 120克的 WCRUX左右 當伐值為160 平均收益則變為30克的WCRUX 它和我們開盒子的價格息息相關 當伐值為8的時候 每個盒子是6.25 WCRUX 當伐值為4的時候 每個盒子為12.5 當伐值為16的時候 盒子為3.152克 所有NVT價格都和這個伐值息息相關 所有收益也跟這個伐值有關 還有現在飛船2是需要修理的 所以在同樣的伐值下 修理和收益是一樣的 所以不管收益又入場 每日收益其實是差不多的 那他們一開始伐值為8 但現在很多人都不了解這個系統 都希望伐值迫勢 這樣打炮給的幣是雙倍 但有一個問題 如果不是在你第一天就進入伐值的話 那這個伐值下跌 那等於你前幾天的收益只有一半 那如果伐值一直上升的話 你的收益等於雙倍 現在這個價格的伐值是比較適合入場 因為當可以提取的時候 伐值如果上升 你產出的幣都是雙倍 再加上幣價上場 其實就等於三倍的收益 回本時間大大增加 對於高於8000MP的來說 回本週期大概現在是在15至20天 但如果幣價上升導致伐值上升 那麼回本週期會大幅縮減 飛船2的新系統下 大家不用擔心挖題賣 因為所有人都會鎖15天 出使的稅額為75% 每天降5% 幾乎是沒辦法挖題賣 不會像之前飛船一樣 突然崩盤 那獎勵池現在也是每天有增加 有150多萬枚 短時間應該是幾乎不可能挖空 關於最新的Skylight系統 還有不明白的 可以看這張圖 好 現在來帶大家體驗這個遊戲 首先來Marketplace 那選擇Spaceship 左上角Fill by Rank 選擇三星 這裡就有很多飛船 隨便抓5隻手 再去做個Walkers 選擇4星 那這邊有很多功能 這些卡片都比以前的好看 然後馬路口是希望我選擇 150MP的 那功能希望是13至14個 可以達到2000MP 因為要去達2000的關卡 這次這個飛船 有計算機 可以計算自己的收益 可以自己評估一下 要塞幾隻功能 以及扣除所有費用 可以盡力多少 那這邊需要提醒 官方計算機維修價格 是直接用官方修理價格 那這邊價格偏貴 也可以在市場上購買 低價的一星二星 NAT拿去燒毀成星辰 進行修理 因為修理成本占很大 所以看似只有一兩顆的 WCRUX的價差 但對收益會大大提升 甚至有大資金的人 可以自己開盲盒 燃燒一星二星 那這樣修理成本會更低 接著可以點選Minget 點選Hanger 就可以Create Freed 選擇所有飛船與功能 全部塞進去 取個名稱就可以 名稱越短越好 還可以省個GAS fee 再來買個油 點選Fuel 然後輸入你想要買的油 油的話可以直接看你的關卡 比如說2000關卡 一次需要6或是多少 那可能你一次 就可以買7天的分量 然後Country 合約部分也要先買 一次也可以先買7天 保險花有分10% 15% 20% 增加過關的機率 相對會減少收益 然後我看別人分析 是能加就加 如果你也是非洲人就加 那這個Hanger Hanger也記得升一級 Hanger的等級等於 你現在需要幾艘船 一級的話每天只能開一艘船 二級的話就是兩艘 最後Prepare for Explosion 點下去就準備好了 你就可以點選關卡 選擇戰艦 以及你的2000MP關卡 點下去 你就可以成功獲勝 拿取你的獎勵 然後非常玩家 應該看到這個機器人 都會有懷念的感覺 那個人是覺得非常好玩 那我這次拿到是27的WCR-UX 我大概贏了10次就會回本 然後戰艦現在也有耐久度需要修復 那遊戲的大致上是這樣 操作還是比較簡單的 明天花幾十分鐘 點一下就可以賺錢 那這也是之前 非常易會火爆的原因 現在還形成一些小遊戲 Crash或是樂透之類的 博弈遊戲可以參與 如果你是舊悲傳玩家 也可以用你現在手上的 Etheron來下注 那他們不停地優化遊戲 以及經濟模型 現在已經在與一些交易所談合作 後續還會出土地系統 以及WCR-UX的直壓系統 如果還有不懂 建議是直接加入他們的官方 Pelegram或是Discord 裡面都有很多好心人為你解答 好 以上就是這次的 CrivenMiles Reborn的介紹 很高興介紹這次的合作 我之所以會跟他們合作 是因為這個項目方沒有跑掉 還在努力經營這個項目 自己私心想要進去玩一下 彌補去年沒有玩到的遺憾 賺不賺錢還在其次 主要是想支持他們一下 如果未來真的賺到錢 我會在Discord那邊 抽出來給大家好不好 也會陸續跟大家更新 現在目前收益是如何 給大家做參考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在下面留言 我們下次見拜拜